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低迷与冰冷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15万套二手房正在市场上挂牌出售 而买家们却寥寥无几 许多业主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 不断降低标价 可即便价格直逼地基 来看房的人也屈指可数 交易量在持续走低 曾经火爆的房市已然冰冷僵硬 业主和中介都在绞尽脑汁 想各种促销方法 可惜败给了万恶的房住不吵政策 悲哀与绝望的气息 弥漫在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楼市 业主们望着空无一人的房屋 心如死灰 整个中国楼市低迷的情绪 犹如瘟疫一般肆虐 无孔不入 无处遁形 当下二手房市场 业主和买家之间 正在进行残酷的心理博弈 业主们面色凝重 眉头紧锁 内心焦虑不堪 他们把房子降价挂牌 却仍忍痛割爱 不肯讲得更多 我的一个朋友 公司生意不好 准备卖掉现出的房子 但他对目前房价 感到绝望和无力 这房子我才买了三年 如今这个价格卖出去 我亏大了呀 他烦躁地说 这价格 我真卖不下这个心 而买房者们 则如困兽般坐井观天 绝望地等待着牛市的降临 他们中的许多人 已经在这漫长的熊市中 倾注了毕生的积蓄 可房价就是不见涨起的迹象 他们日日夜夜地盯着房价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 在眼前渐行渐远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野说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方便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 您的支持 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 北京东四环外的一栋老旧小区里 住着一位叫张先生的中年人 张先生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见证了这片区域的变迁与发展 他一居室的小房子也跟着他老去 枪皮剥落 门窗漏风 但是对他来说 这里就是他的家 疫情刚解封那会儿 张先生也想趁热把房子卖了 他这里虽然老旧 但位置还可以 开发商都把目光投到这一片了 张先生心想 至少可以卖个四五百万 再加上些积蓄 买出乡下小楼 尽身份养老 谁知好景不长 就在张先生准备挂牌的时候 北京房价迅速降温 张先生只能将心理价位 降到三百八十万 但是即便这样 也无人问津 无奈之下 他只能再次降价至三百四十万 但是交易市场已经冷清 根本无人理会 张先生天天绕着那套四十多平的小房子打转 墙皮剥落处 他袖袖补补补 但是终究掩盖不住房屋的残破 他日复一日地守望着 希望能出现个买主 但是已经等了大半年 那扇小铁门外 还是冷冷清清 张先生渐渐绝望了 他几乎把积蓄都投入那房子了 现在却难以收回成本 他不知道 这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卖出去 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他的退休梦想 似乎跟着房价一起破灭了 他能做的 只有在这本已残破的小屋里 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这样的悲惨案例 并非个别事件 而是在当前北京房地产市场的普遍现象 北京的房价长期处于高位 导致许多普通家庭难以承担购房成本 然而 近年来北京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环境一日渐严峻 在收入不计的情况下 北京人民却背负着沉重的房贷 生活拮据 面对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 他们的生活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如今 北京的整体房价进入调整期 各类房源开始集体降价 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的房价 更是直线下滑 那些地段偏僻 质量差的顶层老破小 业主为了尽快变现 也不得不接受巨大的价差 他们原本期待房子升值 结果却面临亏本卖房的痛苦结果 事实上 富裕阶层早在今年三月 就意识到了危机的来临 当时 北京还沉浸在短暂的房价小阳春中 他们却已加速 把房源挂牌落袋为安 三月份 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达到一个新高 与此同时 挂牌量也创下历史新高 这就是市场高手的先见之名和机制反应 而那些仍在盲目看涨 置业投资的普通百姓 只能在市场转量后 被迫承受巨大损失 如今 新的一轮降价已经成定局 问题不再是会不会降 而是会降到何种程度 就算你再不甘心 也只能任由十月轮转 在收入增长乏力 就业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 没有多少人还有实力和意愿接受高位盘 哪怕是北上广深 这样的一线城市 也很难避免房地产调整的大党逃杀 可想而知 更多普通家庭会在这场风暴中沉沦 积压房源持续增加 成交清淡 房价之下无力阻挡 如今 不仅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惨淡 降价潮也席卷二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压力倍增 业主们惶惶不可终日 就以北京为例 六月份二手房成交量 已经骤降近五成 仅1.16万套 闯今年以来新低 成交持续三月 低于1.5万套的融枯线 市场冷清异常 入夏以来 成交量跌势不改 近日一周 成交量更是跌破2000套 可谓寥寥无几 价格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北京房价环比 在线下滑 跌幅较上月有所扩大 更令业主心寒的是 价格下行 已蔓延到学区林立的核心区域 原以为可以避开 降价浪潮的中心区域 也难逃厄运 据报道 东城区某业主 五月购入的房产 短短两个月 已降价两万元 跌幅近两成 可见降价之势不可遏止 在此供给过剩的环境下 业主们启示难安 唯恐自己手中的房产 被迫砸盘 刀剑写实的价格战 已在一二线城市展开 许多业主为保本之损 不惜面临巨额资金凝固压力 竟向低价出手 无奈之业 异令市场雪上加霜 北京房市暴跌 居民倾家荡产 蓝桃厄运 最新公布的房价数据 无不昭示着北京房地产市场的 惨淡局面 曾经万众瞩目的黄金地段 如今沦为凋敝败叙 无数业主痛心疾首 众人曾乐观其成 殊不知一息之间满盘皆输 南沙滩 西二级等昔日豪宅云集之地 跌幅之巨令人置之不理 昌平小唐山更是跌入谷底 曾经的北京后花园南密往日繁荣 五道口 白纸房一带 曾是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 如今冷清非常 明朗满目的奢侈品店铺 纷纷倒闭 三里屯 燕沙一带 曾聚集众多白领公寓 和高端写字楼 如今 这些曾经的中产阶级聚居地 也难逃厄运 呈现出一片萧条 更多位于城市边远的地区 如花香 六里桥 房价下跌 更似毫无止境 曾经炙手可热的新盘项目 如今难以售出 开发商和中介 无奈吞下了沉重的亏损 而置业者的梦想 也破灭殆尽 这些昔日鼎盛的区域 如今沦为蹉跎之地 承载了无数普通百姓的 倾家荡产和破碎梦想 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 无数北京人心中 充满了失落和绝望 这无疑是房地产泡沫 最残酷的一刻 打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憧憬 北京的黄金地段不在 至于一地鸡毛 我希望能够 我希望能够